刺激的緊張時刻來了 這 這一三次機會沒了就沒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平 我是尤強 今天到禮拜三次我們來 轉牛蛋啦 好 期待好久了 期待好久了 那這個是老哥有跟我們下訂單 對 看到標題就知道 我們今天不轉完不回家 對啊 應該說轉全主 沒有轉到全主不回家 好 我們今天很久沒有這樣子 對 但因為太喜歡了 真的太喜歡了 這個是從那個 Instagram 老哥從Instagram看到 這個畫家的作品之後 某一天晚上推薦 對對對 然後推薦給我們 因為太好笑了 結果他就出了 牛蛋 很厲害耶 這個真的是超強的 超厲害的 就有點像台灣的那個 黃漢吧 就那個貓咪 哦 對對對 一樣一樣一樣 但是他交給超大的品牌 那個 Takara no Komi 嗯 很常看到他們家都算大 對對對 好 那今天我們這樣子介紹那麼隆重 到底是哪一個呢 就是這個 惡魚的日常 那這個非常的可愛 老哥超喜歡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看 惡魚的嘴巴那麼長 要怎麼拉小提琴 要怎麼打那個螺 螺 還有怎麼爬梯子 還有怎麼抱抱親我 根本就沒有辦法 這個我看到真的是太好笑了 那他剛好就試了 他有這個嗎 這個沒有 他剛好沒有 我覺得他一定會出第二代 對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子 他很新吧 對對對他很新 他已經剩下面了 你看 不知道大家看了看不到 大概 我覺得會全部轉彎 嗯 應該會被我們轉彎 所以簡單來講 應該也算清台啦 試試看 好不好 好加油囉 那 因為我自己本身想要一套 老哥想要一套 大概就 看可不可以轉到兩套 嗯 希望可以 好 希望轉出來的東西 非常的可愛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 那我來轉 好 我幫你拍 好 好 那簡單來講 就是 也可以算是 來測驗看看 說轉到兩套 需要轉幾次 哼 需要轉 約四個八次就好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好 Let's go 拿起來請 欸這真的超好轉的 機器喔 嗯 有爆 有爆 蛤 這樣就下來了嗎 沒事沒事 擁抱 擁抱 擁抱第二個 擁抱第三個 嗯 擁抱第三個 壓敗 壓敗 結果 對 裡面大概有二十幾個 欸有這麼多 爬梯子 對 對 好 來這樣子再一個 翔板對一套 嗯 翔板 螺 螺 一直 你被我傳染 小提琴 小提琴 可是我們只有一個小提琴啊 對啊 對啊 不是啊就是 我以為 因為我剛才差一點看就是那個 腳散嗎 好 那腳散 爬梯子 喔 目前 目前都還好 還沒有動第三個 好 OK 那所以是小提琴兩個 發提琴兩個 接吻兩個 接吻兩個 差一個螺 差兩個螺 就兩套 好 趕快點 螺超可愛的耶 1 1 3 等一下要換錢了 喔 螺 螺 OK 一套 螺 那個 好 OK 喔 再一個 再一個就好 OK 我去換錢 我去換錢 老哥 你想要的 保佑一下 有爆四 有爆四個 欸快要清台了 快要清台了 快要清台了 小提琴 我快要綜藝摔了 怎麼辦 1 2 3 1 2 3 4 4 4 5 4 4 5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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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還有三次機會 各位 刺激的緊張時刻來了 這三次機會沒了就沒了 我可以想說一百塊就沒了 對戰 你敢動 各位 兩頭 終於 開心開心 你都流汗了對不對 你都流汗了 是不是最大了 上還可以啦 好 各位 好久沒有轉 就是 不轉完不回家 很厲害很厲害 十四個就轉到八個 終於 終於 好啦 可以帶回去給老哥了 可以給老哥 好 太久沒了 我真的心臟超不舒服 上一次我們做的是 轉那個冰原學弟 轉了大概三十幾個 都沒有轉到 而且我覺得轉的壓力很大 對 在拍的人其實只有腳三而已 好 好 反正我們這次轉到了 希望是正確的 等一下檢查一下 如果沒有再拍 應該不會 那我們先回家 好不好 好 那回家囉 回家 好 我們回到家了 回家了 抽了那麼多 趕快開吧 好不好 各位 好 趕快開 好可愛喔 有吧 欸 它每個都有墊子喔 它有一個就是 底座對不對 好像是 不然的話它沒有辦法去 站起來 啊 好 首先介紹這隻鱷魚拉小提琴 實際上看到實體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有在Instagram上看到這個畫家畫的圖 就已經覺得 非常可愛 沒想到做出公仔耶 所以是 太興奮了 這邊啊 看鱷魚拉小提琴 如果沒看過 你看 它根本就拉不到嘛 它在拉它的臉嘛 反正鱷魚皮夠厚 所以應該沒關係 它應該不通吧 阿平在主張說 我發現 有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這裡 可能在上鞋子的時候氣跑來這裡 不小心沾到吧 其他地方 看起來都跟實際上在Instagram上看的圖 幾乎 一模一樣 實在太厲害了 好 接下來介紹這一隻鱷魚 爬梯子 大家是不是覺得它超級蠢啊 它的那個 鱷魚的嘴巴卡在這個地方 直接 上不去了 那這一隻的服裝呢 跟上一隻是不一樣的 上一隻是西裝 這一隻是T恤 運動褲 還有球鞋 就準備要運動 爬樓梯上去的樣子 但是還是卡住 爬不上去 沒有像上一隻有 騎 沾到的地方 遠一點看啊 它擺起來的時候 它T恤是斜的 其實非常有動態感的 好 介紹下一隻 是敲螺的鱷魚 你看 它的嘴巴實在是太長了 螺要敲 根本就敲不到 直接往它嘴巴死 敲下去 然後它應該就暈了吧 它已經沒有辦法演奏了 後腦勺呢 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紋路 分頭的上半部跟下半部來做 這個盤子 它其實固定的沒有那麼好 基本上 它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卡住 它只是稍微戴在它的腳上而已 那它的西裝呢 就跟剛才小提琴一樣 是完完全全的正裝 非常的漂亮 只是 這個鱷魚沙沙的 看起來就是沙沙的 它可以伸到前面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嘴巴上面打呢 我相信這隻鱷魚 跟剛才那隻小提琴的一定是兄弟 好 下一隻是鱷魚情侶 他們兩個 雖然在接吻 但是 完全抱不到對方啊 太可憐了吧 各位 那男的鱷魚呢 其實它有點小錯鱷 女生的鱷魚 牠的眼睛閉起來非常的 有享受嘛 男生鱷魚就是 比較錯鱷 睜開著眼睛 大家看 牠的脖子 有點 有點像作畫師舞吧 嘴巴的部分 有另外用一個 突出來的部分 然後去核對 女生鱷魚的嘴巴 所以可以這樣子拿起來 那牠們的服裝呢 這是穿著情侶服 非常可愛 但是 這裡就抱不到啊 希望這對選民可以白頭選好啊 好 各位 這四隻鱷魚 有沒有覺得很可愛 超級可愛的 然後又傻傻的 鱷魚的嘴巴太長了吧 可是如果真的看到 真實鱷魚這樣做 會覺得蠻搞笑的 我會覺得很恐怖 好啦 實際上鱷魚很恐怖 好 那我沒說 那希望台灣也有出喔 大家也選擇去轉一套 收集收集 加油 那我們下一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最新影片在這裡 最日本的影片在這裡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讚喔 然後再來幫我們按一個訂閱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下一個禮拜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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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這間餐廳 要在這兩 Bi� 我們下一個禮拜 我們下一個禮拜